我们的詹姆斯的摄影评片第12期如期来临了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摄影师 也就之前我提到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十个摄影师 亚当斯讲的好照片是知道该在哪里等待的 那时候好照片必定是完全拍出来的 还是等到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照片比较多 我还去掉了一些 那么我们先来按照一个顺序来讲一下 我先把一些比较不好的照片 我们先讲掉一些零分照片 很快的就去掉了 这张照片零分的 他说他是帮一个朋友拍的那个增婚广告 我觉得这种照片纯粹手机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个 它是一张新人的想拍出一点立体的效果 我觉得立体效果也有了 但是这个照片没有任何的价值 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是零分 这张照片有一个地方稍微特殊的一点 没有看到我把小孩的头给蒙掉了 那这张照片本身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构图 人也切掉 但是我这里想强调一点 就是关于小孩肖像权的问题 这种照片其实你发出来 你应该是违规的 你没有得到这个小孩的这个同意 你就拿它出来用 你发到我这里来 我知道帮它涂掉一点 如果你发到一个 被别有用心的人去利用了 那么你其实是伤害了这个小姑娘的这个肖像权的 好吧 这个是在中国这个肖像权真的是不太受尊重 但我觉得任何一个你希望能够在摄影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点的话 肖像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这张照片也是零分的 那你自然看这些 我觉得乱的一锅粥一样的东西 就是对吧 肯定是零分了 首先你就像我强调的好照片 你应该知道在哪里等待 在这种地方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按下快门 对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什么是美 这个是美吗 这肯定不是美 然后这个是一分的一些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本身它的场景比前面那些要好很多 但从构图上来讲 你看这张照片这个下面 它有这么一大堆的这个东西干扰物 这个首先你要去采点掉它 并且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水平也没有特别的直 水平也没有特别的直 也有点歪 也有点歪 然后最好我建议你把下面给去掉 下面去掉的话 至少你可以加到两星 然后你如果再等一个好的日落 你在这边等待着拍 我觉得你就可以弄一个三星 然后你再用一个灰镜把它做一个雾化 你这张照片可能就有一个四星了 所以好照片就是这么一层一层一层来的 那这个场景我认定它 它是一个好场景 但是你拍的有一些问题 这个现在拍的就像手机 随手拍的一样 构图还不错 构图还不错 但是就是这个下面要去掉它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我先关掉它 这张照片它是叫福顺的四溪露天矿 我想它是想表达一个对家乡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讲了这个颜色相对统一 元素也不杂乱 我觉得这个就是元素太杂乱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 这个就是杂乱嘛 这么多的电线杆 对吧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杂乱 然后颜色它调的有一点点发青发灰的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同样的如果是我 如果来拍这样一张照片的话 我会选择晚上或者是怎样 然后如果有这种车轨经过的话 会好很多 因为夜晚落光 它会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屏蔽掉 这是会好一点的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最主要 这一张照片首先你就需要 这是一个好看的地方 对吧 好看的地方去拍 那这个肯定不属于好的 那么这也是一张一分的 它是希望能够拍出一张 水天一色让人沉浸 这个水天倒是一色了 不过这艘船实在是太难看了一点 没有什么美感而已 这个明显就不是万金人中灭 这个毒掉寒浆雪 或者这边坐一个人可能还好点 这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一个它拍的照片 它是一个红春 应该是安徽吧 这个地方我去过 但是这照片有等到日落 这是OK的 但是这个暗部实在是太暗了 没有任何的东西 而且这块也是呢 两边都是干扰物 这个不一定是好 而且前景也没有一个重点 除了告诉我这是一个日出 或者日落拍的一个东西之外 这个没有太大 它这个讲的应该是日落吧 它说的是傍晚的时候是日落 反正如果你要是后期的话 你好歹这个把阴影稍微调亮一点 阴影调亮一点 这样也会稍微好一点 如果你这样子可能我就可以有两分了 像这样的话 那可能只能有异性 你继续往下 那么这张它是在测试一个滤镜的使用 这滤镜的使用没有问题 但是往往这种滤镜 你在这种平滑的湖面上面拍 你10秒或者是30秒 其实差别并不是太大 这种我们更应该是在一些海浪 有这种的地方它去拍就会效果好一点 如果你是试试滤镜偏不偏色 OK这个滤镜还好 没什么偏色 画质也还OK 但是没有特别的有价值的地方 这个构图也比较平淡 平淡 然后因为之前总有人说我打分打得太高了 所以今天可能按照前两次的东西 应该都往下降了一个心等的这样一感觉 好那这张照片 它是它说在看到海水就比较激动 平常生活在北京 然后同样它也是手持拍摄 手持拍摄的 这个就是我比较去反对的一点 然后景深它也不是很够 两块大石头到了近处的景深 它已经去了 它主要是靠这一块来弄 靠这一块来 但是这边最主要要批判的是两个 第一点这个绝对是一种高饱和跟调色很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蓝色溢出很厉害 全是蓝的 然后前面的这个色彩 反正这个就非常非常不去让人感觉到一种舒服的颜色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看的颜色 你用景深合成是OK的 可以把这里弄得清楚一点 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这样调色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一张一台好的相机 一个好的镜头 我们应该能够拍好 但实际上你看这张照片是一个最典型的 你A7R4的这个相机 非常棒的一个相机了 镜头也很好 但是你如果手持拍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长曝光满门 然后你后期乱调色的话 等于跟一个普通的相机 起码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区别 太大的区别 好吧OK 我们下一张 这还是一新的 这张我也觉得 他也是去测试卡车的灰镜 拍摄时机不太好 灰不垃圾 雾蒙蒙的 然后水面有雾化 没有雾化 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你作为一张四机片是可以 但我觉得作为一张照片 作为一张作品来讲 有问题 好吧OK 然后接下来是一张 这个他是在斯利兰卡拍的吧 我记得他是对 上海科仁波是他的首都吧 他觉得这个火车挺好看 我觉得首先是两个 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偏色非常厉害 这个橙蓝调我觉得不好看 你说拍电影还行 拍浮光摄影就有点过了 这个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而且这边有点破 构图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如果你去把它稍微裁掉一点 也许会更好一点 我们到这个位置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 或者你等这个车再开过来一点 这个再盖掉一点 我们完全以这个火车为主体 但是最重要来讲 我不喜欢这个色调 这个色调我认为是很难看 我的个人看法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每个人对于颜色的这方面的东西 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我这个人比较不喜欢偏色 这可能是一个我的缺点吧 但是我坚持 我坚持这种 我不太喜欢在风光摄影当中 做大量的这种与大自然比较不同的偏色 我们强调色彩可以逐步加变好 但不要改动太大 那么这张照片可能跟刚才一张 那个红春的是有点类似吧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是在加拿大拍的吗 这个新芒是完全崩掉了 这块区域是崩掉了 然后这些很多的天蟹 然后还有烟囱 这个没有太多的一个美感和这个吧 你说这在有冰吗 没有感觉到 我不知道你在拍的 想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表现什么东西 反正这张照片 我觉得是一个零分的一个照片 我记得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上次是在这边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被我打了个零分 我说他都看不懂 他是思考问题 然后他又去拍了一个 拍了一个 我觉得比那张照片好一点 那张照片是太那个 但这张照片你也 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你为什么要拍 或者说想让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这张照片我记得比上次能好一点 但是你就是要到现场 你想让我看什么 你想让我看鸟鸣铃鸣吗 我没有看到 你想让我看水波淋淋 我看到一点点 但是死终不是最好 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谈一句话 有的时候拍风光片 风光本身好与坏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一个地方 它本身风景不好 你怎么去拍 它都拍不好 我承认这张照片有进步 但是我依然认为这张照片 最多只有一星 当然如果你可以等到一个日落 或者这里有火烧鱼 我们可以加一行 或者说这边有两只鸟 什么的油水 可能再加一点 但是现在目前 或者有一个完全100%的倒影 等等的可以再加一点 但是目前这个状况 我认为 哪怕是我到这个现场去拍 我也拍不好 这是一张香港的 我以前对星空星鬼的照片 都比较宽容 但这张照片没有办法那么宽容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它对焦很虚 第二点 它又像在拍星鬼 又像在拍什么 星鬼你的时间 有点短 你用合成了一个星鬼 但星鬼你拍的太短了 这个才 我感觉 20分钟吧 10分钟吧 可能就到了 你拍的时间再长一点 接下来这边的光污染 然后太强了 太强了一点 然后这个倒有点虚掉 有点虚掉了 你是用的20 我记得你说 你是用的20拍的吧 我看到的 反正 这个就是说 星空摄影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然后你的这个星鬼 我觉得还是有点虚掉 对焦没有实 所以这个颜色嘛 这边过曝了 上面又有暗角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 就是然后蓝色明显一出了 看到吗 蓝色在这边 孤零零的一块出来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本来是想归于在这个零分的里面的 后来想看到他 他把这个机位放得很低了 这是一个用了心在拍的这个机位很低的 所以我给了一分 那么你既然都说 你为了拍这棵树拍了非常久 尝试了不同的快门和滤镜 你为什么不尝试你早上日出的时候 或者日落的时候去一下 这样一个大光板的时间去拍 好吗 我觉得你应该在这边等 等到一个好的时机去拍他 去拍他 这个时间 一定要找最佳的时间去 同样的我们的普通大白天拍 你会看到这个蓝色都会非常非常的溢出 好了 接下来是两星的了 我们来回头再看一下从上往下 不要每次都是从低往高 我们从上往下来 在五星的再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本身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拿来做那一个封面的 这是大概我今天的第一 唯一的一张五星的照片吧 五星的照片 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这个金门大桥会看到很多了 这个金门大桥 这个树作为一个 但是这个是比较别致的 当然它同样 这也是索尼的A7R4拍的 所以一热相机的好与坏 并不是太重要 一个好相机 你可以拍出一个零分的照片 一个好相机 你可以拍出一个五星的照片 但是你拍好了 它就会很好 它就会很好 然后这里面它用到了一个 我为什么给它五星 五分 最主要 它给了我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视角 来拍金门大桥 我们看多了很多金门大桥 在这个橙物里面的效果 在一个在山上拍的 远远的一个斜的 那这张照片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找两棵树当中去拍 那么正常去拍 你是很难拍到这种效果的 因为你对了这个树拍清楚了 后面这个肯定就虚掉了 所以它这里还用了 锵深合成 所以这是我给 就是第一 它的视觉非常的好 第二 它的光线也非常不错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日落的 这样那种感觉 颜色就很柔和 然后我估计它还是加强了一点 云加点冷色的 这都OK 给我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棒 然后它做了锵深合成 桥也清楚了 桥基本清楚了 这个也清楚了 但是没有很过的感觉 当然我为了做封面的话 我那时候帮它调了一下 我把它改成 我把它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横的 其实它这样也蛮好看的 也蛮好看 不一定要那么高 做一个封面的时候也很好 这样我们可以更突出一下桥 这是给它的一个建议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都OK 这是一个五星的 这还有一张五星的照片 那本来我想把这张照片 作为封面的 后来讲起来第十七 我也选择了一张雪景的 所以我就没用 但这张照片 它自己其实觉得还挺尴尬 它说小孩会不会大 我觉得这个小孩大小正好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它玩的时候 如果能够眼神看你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更棒一点 因为眼神是一个交流 不过我们看得出 这个它玩得很认真 很认真 它这红帽子跟整个场景的对比 非常的棒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而且还能感觉到 这个雪在下 雪在下 首先还是不大 所以K1 所以我们再可以强调一点 这个相机对草照片 根本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看K1拍的多好了 它F4 我觉得你可以再用2.8 什么都无所谓 这个反正 你用2.8用1.2 我们都能感觉出 这是在雪天里面 而且雾化的效果好一点 也没问题 但是你用F4 F7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这个最主要是 你这个孩子放的位置挺好 你看这个东西 对吧 他这小孩的位置放得非常好 按照黄金螺旋的比例来讲 他这个构图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把它再裁掉一点点 或者再怎样 我们再往下 非常棒 这样子可能更好一点 或者再 我往上一点 这同样也是一张五星的照片 那这张 这张本来是想给五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想去拍这个火瀑布 还有四美的 一年一度 一年只能拍一度 但是后来发现 其他方面有一些欠缺 这张照片主要 他利用了非常好的时间去拍它 因为他这些讲到了 一年只有两个礼拜 但是他这个瀑布的不够突出 是唯一的遗憾 本来我也真的也想给五分的 但是他还没有太突出的这种感觉 我在另外的角度 看好像比这个更好 可能人太多了 你不一定抢到机位吧 我觉得 但是这样一张照片 他用心去选 用心去弄 这个是非常棒的 后期方面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反正我第一眼 我是看过这个东西 我很明显 我就能看出来 这是火瀑布了 暗调风格 暗调可以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主要我觉得能够把这个 火瀑布还是要再突出一点的感觉 会更好一点 当然上面的云也还不错 那是一个四分的 这张照片 其实不应该有四分的 只是我后来觉得 三分两分的照片太多了 相对挑了一点 但我觉得这张照片 跟前面那张火流星比 它的难度各方面要差了很多很多 差了很多很多 但这是一张中规中矩的 非常适合图库销售的照片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想到图库去卖 我会把前面这两个东西给去掉它去 可能图库更好卖一点 但是作为所谓的潜艇来讲 你把它看成一个潜艇也蛮好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消除掉一些东西 我会把这个消除掉 把这个留着 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张照片 天空有点蓝调有点夜景 反正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这次一张照片 我给了一个四行 但是这张照片它其实是有缺点的 而且缺点还是蛮多的 为什么 就是说它用了蛮多的LED灯来打亮 其实这种照片我们尽量不应该选择LED灯来打亮 为什么 LED灯它是一个长亮灯 长亮灯它是跟背景无法割离的 背景无法割离的 所以你在这种照片 其实如果是我拍的话 我ISO我会再提 因为我觉得整个人还是现在非常暗 背景很暗 人也很暗 但是你如果整个提亮的话 你的这个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就是说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把ISO调整成400 或者是1600 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你的长亮灯是不是还能再往下呢 不一定了 对吧 长亮灯你就不一定再往下了 但是我们的闪光灯 我可以去控制它 去输出它 所以这种照片 所以长亮灯往往是适合视频来用 而不适合拍照来用 因为我们无法去控制 用光圈或者用快门 去控制长亮的这个光源 跟背景的这个差别 背景的差别 好 这张照片磨磨的身材挺好的 光线也不错 这个眼神光也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缺少了轮廓光 缺少了发光 所以从一张人像的角度来讲 这还是一个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提升空间的 只不过这一轮的这个照片 差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把这张照片也选成了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闪着式人像的照片比较少 我们也鼓励一下 希望更多人可以投这个 好 接下来张是张航拍的照片 这张照片 航拍上帝视野 它这个雪天里面的这个颜色 跟这个对比 我非常喜欢 虽然它的蓝色也有一点溢出 但是我OK 我还是挺喜欢的这张照片 但是它这里看到一辆车了 两辆车了 反正航拍片往往容易让大家觉得分数会更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视角比较少看到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目前都很喜欢买空拍机 去买这个东西 其他的我这里还没有更多的可以点的 但是这个都是就卖弄的就是一个曲线 卖弄的就是一个曲线 我觉得现在这个阴影还是有点大一点 如果等到这个阴影再少一点的话 或者干脆再强一点 就是除了雪跟黄色跟黑色的路 可能会更好一点 现在它有一些杂乱 就在这个部位 就黄的黑的白的有一些杂 我知道这个是剪影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很漂亮 张照片很漂亮 那张照片是一个ISO4000的手持的 我感觉是手持的 我给了一个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用ISO100上脚架拍 你的画质可能会更好 画质更好 然后你的 我看不到 5.6光圈 你可以用更小的光圈 更小的光圈 景深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 中营大楼都是在三顶往下拍 拍那种感觉 这个视角比较新鲜 然后这边在它里面有一个对影的问题 我挺喜欢香港这个城市的 真的挺美的一个 所以这张照片 也许有人会讲我对夜景会分数高一点 但这张照片的视角是让我很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又是一张四星的 它是在江东大桥拍的 这是一张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张照片 非常适合图库销售 我们可以看到新芒也蛮漂亮的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横平竖直的 有引导线的这样照片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曝光时间再长一点 让水面再揉回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不要那么轻 我们把这个 你可以往这边走一点吧 对啊对啊对 可能往这个方向 这个简直就是瞬间瞎调 瞬间瞎调 或者黑白肯定不行 彩色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把蓝色再走过去 类似这个意思 我们把蓝色稍微再去掉一点 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调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蓝色会多一点 但是这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 这张照片本身它并不应该有四星的 但是它给了我一个这个 它自己来分享了一个彩剪的 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最多可能只能打一分或者两分 甚至一分的 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经过了一个彩剪 这个就有一些 这种照片让我想起什么 我以前在饭店里面吃饭 旁边贴的那种照片 很多都是这种感觉的 层层叠叠叠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然后他这边说了一个两月初的点评 他把你重新处理了 又去500px接受了他五张 OK啊挺好 这就是一个进步 很多时候你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彩剪 就让一张照片的整体的味道变化了很多 变化了很多 OK恭喜你 另外一张四星的 这张照片它颜色是有一点过红了 过红了 然后最主要是它这个上面切头了 不应该切头了 本来我觉得应该是给三星的 但是好歹要给一些四星的照片 所以它这里有点点切头了 而且它这个用F3.5拍也不是最合理啊 我们正常会选择更大一点的 你看这个 经不起这个画质就经不起推敲 这个画质 你看这个上面这层东西被切掉了 很不应该很不应该 否则可以更好一点 这是一个蛮好的这个曲线的跟 这个天色也不错的一个照片啊 然后这是一张曼门的一个啊 这是在Kiyama的海边 Kiyama的海边有很多挺好看的地方 可以去拍水 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 你的色彩有点点 有点点啊 悉尼火山 那是去年的这个中期的时候 那可以再去一下吗 Kiyama不远吗 一百多公里啊 一百多公里 卧龙岗那个地方 朦胧的日照海边 的确是这个 你去探亲 对对对 的确是这个 这个地方是很少见到 那两年 但是你的这个0.5秒 海浪还不错 所以我给了一个四星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给这个海浪 那剩下的最主要 就是呃 这个地方没有体现出 Kiyama的一个特色 Kiyama应该是在 那个角度那种尖尖的 像火山锥一样的 不过OK 这个照片 呃 构图没有太大问题 后期有一点点颜色 有点诡异 就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一张它是一个啊 我认为这一张非常 中规中矩的啊 藏区风光片啊 藏区风光片 然后它有一条引导线 然后一直上去 然后成栏叠张云 很好看啊 成正常的自然风光 拍摄时间不一定最好 但是这是一张可以用来做壁纸的啊 也可以去图库销售的风光片啊 会有人用啊 会有人喜欢 但是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太高 仅此而已啊 仅此而已 好啊 这张照片又是重庆的那个桥吧 这个这个桥我也拍过 我记得 这是在那个反面了吧 这是你自在这个红牙洞的这边拍反面吧 呃 新房挺漂亮 这个夜景也蛮漂亮啊 我们依然 我对夜景可能是比较偏啊 因为我认为 你随手拍一张跟去拍夜景 夜景肯定你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你要更更多的技术 你更多的心态 出于这方面 获得照片的一张难易程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夜景片啊 肯定要比在在我这边起码讲 要比扫街片都要会高一点点啊 然后它这张构图 彩剪都做的很棒啊 很棒 很漂亮 做头像啊 做这种的方框都很好啊 接下来是三星的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从两星的往上讲吧 再回到三星的啊 这张照片 张照片本来应该是归于一星的 再给一张照片 我觉得就是给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叫耶稣光啊 或者这种光线啊 光线很漂亮 然后它这个画质是很感人啊 画质是很感人 都是糊掉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焦不清也好 或者说 它难道是手持的吗 对吧 我怀疑它是手持的 就是说 你可以说这是铁手成功了 但作为我来看来讲 这张画质是不值得说的啊 说的啊 然后你ISO800 F4.5 反正这个参数也是 如果是 有三脚架的话啊 我们完全可以ISO100 你用F11 你对焦的时间稍长一点 曝光 你曝光个三五秒 你看这种地方 它本身都是可以体现出 我们相机跟手机的差别 但是在这张照片上面 没有体现出太多来啊 我们应该 等我一会儿 我这边来一个倒序 好 这是巴黎啊 数年前巴黎拍的 它从上来拍 这个角度挺有意思啊 角度挺有 但是下面的人太多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 把下面去 裁掉它去啊 裁掉它去啊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去裁 我们把它裁掉 我觉得更干净一点吧 甚至 这个东西都挡掉它 起码这个感觉会好一点 这样的话 我起码会给到一个三星 现在就会差一点啊 现在就差一点 同样的这张夜景 张夜景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整个照片都太黑了 没有东京的这种夜市繁华的感觉 一般来讲我们 你起码这个阴影要再提亮一点 整个曝光要再提亮一点 起码拍成这样的感觉 就会好一点 太黑了 对吧 然后你要报的时间更长 然后要堆叠去拍 我曾经讲过一个课 你拍这种城市 叫堆叠堆叠堆叠 让感觉所有的房间里的灯光都亮了 感触这种城市的繁华 就会好一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适合拍城市夜景堆战的一个场景 只是你没有拍好而已啊 好 这是一个Taranaki Taranaki走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啊 Taranaki一个环山挺累的啊 我这时候去的 他实际上 你这边是拍谁呢 这是一个人 这是拍你的一个朋友吗 手机的啊 我看了半天才看到这边有个人 然后我也认不出这是Taranaki 甚至我都不觉得这是在雪城上面 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平地拍的 所以你要拍出一个 一个地方 告诉大家大概在什么地方 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 感觉在东北拍或在哪拍都没有区别 别浪费了去这么漂亮的这个新西兰的这个Taranaki的这个地方啊 这是上海的冰江 这张照片其实算比较洋溢 但是很遗憾 你的这个东方明珠被这个东西给挡掉了 我觉得如果再突出来一点 我可能就会给三星了啊 给三星了 给三星 然后你再做一个长报公办门 把这个水雾化一点可能就是四星了啊 那现在整体有一个欠报 就你剪影不像剪影欠报 不像欠报 如果是我的话 我干脆这样子 对吧 我可能可能会这样 这样来处理一下 就剪影感更强一点 那剪影感的话 这里就不要被遮挡到的一个感觉 感觉 所以这张有三星的潜质啊 但但是还差了一点点 这张给了 这张对对 这张 但是这张其实肯定没有刚才那张好 如果有2.5的话 像刚才那张就能2.9 这张最多是2.1了 这个框形构图没有任何的价值啊 框形构图你要有突出的东西 你说你突出的东西是这个太阳吗 反正我觉得 而且这个剪影又没有剪的太厉害 反正这个最多就是2分了 我们比其实正常来讲这个打一星都可以 但是我考虑到你说你是在实践一个框形构图 你去努力实践啊 所以我们加了一星啊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去拍这个塔 从构图上来讲你是OK的 我们能感觉到对吧 你是把这个放在了这里这样去构图 放在引导线 但是同样我讲的这个在这边等半天 它不是一个好看的地方太乱了 这个线头啊 如果没有这个线只有下面的 如果我们再过来一辆车也许还可以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场景 或者你干脆到晚上 这些全排黑一个车灯经过拉条光轨出来 会好一点啊 最多给到两星 这又是一张啊 我给这个两星 就是说它有一点点这种啊 光线的雾的感觉 它拍出了这样一种感觉 比较血液吧 就比较血液 这个就跟刚才那张森林公园里面的那个 有一张草的那张也是糊啊 我觉得那这张 它给我的感觉就会好一点 就为什么我这张给两星 那张还是给一星的这个区别吧 就这张我能体会到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仙气 所以它讲到了它有一点仙气啊 我能感觉到这样一点仙气 但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只是两星而已啊 啊 在JPEG 其实你既然能拍柔了 你JPEG的所有效果 我们柔格式都可以去做到它 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拍JPEG 因为你只拍JPEG 你就少了很多的未来的可能性 因为JPEG已经把所有的 可能性都展现出来了 但是你不可能再去变化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不会去弄它啊 就是我还是建议拍柔格式为主 好啊 这也是多伦多的一个东西啊 他反正他自己也说了有点手机照的照片啊 反正当夜景的他拍了一些 这应该是一辆车在经过吧 灯一闪一闪一闪的经过拍了一个夜景的 最多是两星的 他希望是在我能感觉到这是蓝调的时候 但是也是缺少一个重点和中心点啊 这个是一个悉尼哈勃 悉尼哈勃的我给了两星 我觉得他是希望能够有更多 因为我去过澳洲的人会可能会知道澳洲没有什么物的 但是他这个后面是用镜像模糊来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很明显的 因为这种船其实码头是会动的 一看出来我当然可以怎么可能 后来再看他的分析果然是的 因为你就会让你有一个遗憾 他因为你这里如果像这种云出来 起码几百秒了两三百秒 两三百秒你这个船还可能不上下浮动吗 这是很难的啊 很难的啊 很难的啊 我在我也在这里拍过 我是在那个桥上面拍过一张夜景的 我觉得像这种场景不是夜景 这种城市片你是不拍城市夜景 你是很难拍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 或者说是火烧云啊 就他必须要有东西加持啊 否则我就觉得你张照片 纯粹是帮这个索夫特或者是Novatel在打广告 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他是没有 他说他素质是 他也自己讲到了素质回避的 最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拍这种房子可能算好看 那我觉得这张照片如果 我们把它边上给去掉一点啊 我们把把首先把这个东西弄掉一点 这块不要了 我们干脆再再突出一点 干脆再突出一点 哎 哎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给到一个三星了 我们纯粹去更突出这个房子的话啊 房子的话 甚至你说你这个再不要 我再突出一点 然后你再把这边一些灰点啊 我不知道这是这是可应该是血或者是怎样的 这两个可以去掉 剩下的这些血可以留下来 你如果是这样子我可能就会可以给到你四星 最起码三星会有了 不会只有两星啊 拿到最调整 这个猫 这个猫第一眼看上去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再仔细看啊 我们的高光部分全部过了啊 我们高光啊 高光它全部过了 我们压低一点 可能就好一点 我们把暗部再提亮一点啊 提亮一点 哎这样就会好一点 如果你这张照片到这样 我们就会有三星了 然后你这个猫的眼睛的神再好一点 或者是猫本身再好看一点 我们就可以再上去一点啊 你现在是F4.0 这个可能就是镜头虚化不够了 你已经最大的虚化了 如果你这时候用一个2.8的 这个背景的焦外再好看点 就还能再上一点啊 然后你看这个猫的这个 我不知道对焦对在哪里 对焦对在胡子上了 是吧 对焦对在胡子上了 胡子上了 反正这个眼神没有一个 很多人拍猫拍的好看 就是那个眼睛拍的特别漂亮啊 拍到那个眼底里面 那个东西都能够清楚出来 但你这个做不到 如果你的焦外能够再好看点 就还能再焦 就像这样就可以三星 如果你焦外再好看点 就能够有四星了 是一个帮助我们如何来进步的啊 同样的 这是一个夜景的迪斯尼的一个照片 我觉得这个画质非常差 啊对对 它ISO2000去拍的 你看到吧 这个这个这个就ISO太高了 这个东西啊 没有三脚架 对吧 这个噪点非常的 这个晶能啊 你可以想办法去降降噪 但是效果不会太好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 这个迪斯尼怎么会这么 土里土气的这样一个颜色吧 反正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整体色调 如果是你后期调的 但是它肯定原来就这个颜色吧 太太香气了 太香气了 太香气了 构图没有什么好 那个的构图 你下面是不是有很多人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用条路走到这个城堡 会更好一点啊 同样一个两星的照片 这就不好看吧 我就说啊 这个夕阳打在这里 一片白光 不好看 那我只是觉得你 起码你知道去夕阳的时间去拍 对吧 你也找到了这条引导线 只是这个场景不好看 然后你调色 我觉得有些问题啊 好 这个红牙洞啊 它是希望拍一个 站一个人的 我觉得这里站一个人 没有任何的 呃 道理啊 去去对视它吗 没有 没有任何的价值放在这里 当然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也去过这个武龙 我拍的也不好 我这个地方 就就很难拍 能吗 贼多 还还反正很难拍 所以呃 呃 他又去除了行人 的确这个行人是太多了 行人太多了 不知道 当年 所以人家那个 变形金刚的导演 真不容易啊 能够在这个鬼地方 拍出那么好的东西来 当然他视频跟静态 也有很大的区别啊 好 同样的这样一张照片 也是一个 两性的 他都没有去过旅游 景点啊 这个 呃 拍风光 风光本身好不好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张照片 呃 有一点点感觉啊 有点点这个在乌龙龙的萌系上面 然后这个选角 这有几根线不太好 然后他啊 这边过曝了 这个三星的隐约没有突出 然后这个呃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饱和度 太高了 有点啊 这里那么绿 这里又是黄的 反正并不是太太问题啊 好 接下来我们快三星了 还有实际上三星 今天就结束了 呃 这是一个夜景 我们看到了一个倒影 很好 但是呃 很遗憾这个没有拍全啊 总觉得欠缺了一点 但是他这个东西拍出来 感觉一个倒影的桌子一样 呃 还是很漂亮啊 很漂亮 呃 我觉得三星肯定没有问题 再高就很难了 我觉得能不能再用更广角的一点的照片 他这个用的什么 这个用的20的 你看20的 你看看试试看 能不能用14拍 或者是用一轴拍 会好一点吧啊 他他这个肯定是很贴近地面 这个去去拍OK的啊 用呃 延时 可以再延时的时间长一点 延时时间长短大概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水面是比较近的 水面比较近的啊 好 你张照片一个三星 他自己说他这个500px上了热门了 啊 我觉得可能上热门的关系 因为大家比较少见这种耶稣光吧 但是我觉得你张照片连这个都还没有去掉 这些CMOS的张点 这些是可以去掉的啊 可以去掉的 哎 张照片 你如果你是有没有考虑 直接改成黑白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我会更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把这个高光你再提亮一点 把阴影再压暗一点啊 这个会不会更好 我个人会偏爱这种啊 感觉啊 因为这是本来一个比较抽象 比较异象的一个照片 这样一张照片 如果你旁边你说这是亚当斯拍的 也许有人就会给你更高的分数了 因为这样一张照片就比较符合那些所谓大师的意境流的感觉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长曝光漫门的这样一张照片啊 这是阿武拍的啊 阿武拍的 然后 但是阿武的这个画师为什么涂抹感这么强 然后你是RF24105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感觉涂抹感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啊 当然前景这边有点小了 有点小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考虑干脆就不要这个东西 我想办法在这里 一二再有一两个前景的这样一个构图 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最主要我觉得 R5贵还是R6贵啊 我家人R5贵吧 好像是R5是那个8K的吗 那张照片看他多少画质啊 对啊 但是这个这个画质有点差啊 有点差 嗯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剪影啊 很好的剪影 居然是尼康3500拍的啊 蛮漂亮的一个剪影蛮漂亮 我挺喜欢 这个草是不是 呃 丧却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草去掉一点啊 我们可以有一点这个草 但是我们不要那个草了 把他把他再再再再再 这样 这样子是不是更好一点啊 这样的话我可能可能可以打到四星了 就觉得啊 好 我们再往下 这样 好 这是一个他在金沙江拍的吧 他对 他自己的觉得缺点是主题不突出 我觉得主题应该算是这是大雨吧 大雨还大雪 应该是雨 这个是啊 对对对 一张雨 雨的表现力落了 我觉得还行吧 一眼能看出来是雨了 但是 呃 太阳雨吧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太阳雨 太阳雨啊 他没有脚架 没有这五百分之一秒 能够拉得这么长吗 呃 这个你真的再长了 可能也没了 因为长曝光 这个雨可能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这拍雨到真不能长曝光 他需要用高速快门去捕捉 雨掉下来的瞬间 但是你可能两百五十分之一秒 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雨拉得再长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更好一点 OK 这张照片其实应该是两心的 因为他没有 他给我那张 别说小图 小图好像他处理过 但小图太小了 然后我把他的原图拉出来 但这张照片 场景非常的漂亮 就跟我讲 我们好照片 应该知道在哪里等待 这张照片就是 具备着一个 可后期的一个 一个一个场景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 他的构图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打开一点 然后你再做一些调色啊 做一些这种方面的处理啊 甚至你直接黑白啊 这种都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甚至你把纹理加强一点 清晰度加强一点 等等的对啊 去忙忙加一点 这就会很漂亮 就会比刚才那张就很漂亮 首先他这个东西本身好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画质还不错 画质还不错啊 不错 反正这就很奇怪 像这张的画质2105 这个就比他那个R5的那个 要好很多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机器拍到了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机器 这个是索尼的 索尼的A7RM4拍的 对吧 那就比R5的话就要好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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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这张照片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可能就有四星了 但是你刚才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张照片最多就是两星了 所以可见这个后期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张照片 其实没有太多的主题 它是说路边拍的一个小东西 但是我因为 就希望大家多买滤镜了 所以你用曼门的用这种分数 可能在我这边就会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 大家不要来怼我这一点 对吧 然后他这个 然后饱和度稍微有一点点高 我们可以把这个降一点点下来 然后他的曝光四分之一秒 你也可以到两秒 不到两秒 到二分之一秒 一秒 其实四分之一秒 这里有一些波件的感觉 但是这里的水流像我就差了一点 各取所需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OK的 反正普通人用手机你拍不出来 普通人你用不拿三脚架 可能也拍不出来吧 对吧 好 怎么改进这张照片 我觉得还是构图方面的一点吧 可以尝试一下 不能原始设置 应该自定义吧 上一点 没点到自定义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左边去掉一点 把这边更突出来一点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边 我觉得就会更好一点 我们下一张 我一开始才看错了 怎么有个这么大的车在这里 后来一看这个logo 我搞笑死了 我在想 他怎么有本事拍个这么大的车出来 后来原来不是的 原来不是的 这个logo有点有点太太那个了 他无人机拍的 这一次我也觉得是 他无人空拍的 空拍的 然后 反正这个你是后期显示的有一点误了吗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点 有点这个了 当时我就给了一个三星的挤刷了功能 反正不能算特别好 因为你是空拍的话 大量空拍机拍的话 他应该是拍出这种曲曲弯弯的路 更上地视角会好一点 而不是像 现在这种视角感觉上有点像 那个 人的机位的这个视角 有点像是照片的这个视角 没有体现出 用空拍机 或者用无人机上地视角的这个特色 因为下面有太多的这样的房子 没有这个pattern 我们叫图案感吧 所以我只给了一个三星啊 好 这张就是跟刚才那张 那个有一张香港的夜景吧 是是 多而东京的夜景 一个很好的比照 那张照片 肯定不算好照片 但是他起码让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繁华河 这个东西啊 并且 要死了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哈苏的 哈苏的这个八星芒吧 星芒很漂亮啊 星芒很漂亮 如果这张照片他的 呃 构图的旋角 能够从这个角度 把这张高架 从这里把这个桥给拍穿过去啊 我觉得顿时可以死心了 就 现在这个 我感觉这应该算是一条引导线 一条光带 被这个东西给挡掉了 给挡掉了 所以欠缺了很多 你去看这个上海的呃 这个 我的那个 摄影黑画里面的那个 那个关于啊 爬楼打的那个里面 那张 为什么我们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拍那个 那个就是可以把这条 啊 立交桥能够拍全 你拍全了 就上去好多了啊 上去好多了 好 星芒很漂亮 这个这个 啊 差一滴的这个画质 我们就不谈了 非常的棒啊 好 这个感觉不是乌镇 就是这种地方 西塘的这种地方吧 江南的 啊 这张照片 呃 其实它是有很多的 可以提升的地方的啊 首先第一点 你可以看 为什么老给我跑子 不让我去自定义啊 不用这个看 我们来用这个 用这个 这就完我 我刚死这东西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 可以让我随意的去拉它 算了还是不好 这个还要再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第三方的工具怎么用 但起码一点吧 我们这样子把这个 这个解放动力太难看了 我怎么第五我都要把它弄掉 对吧 是吗 你这样 这张照片 我觉得都可以分数再提升很多了 然后你说到了一点 说是啊 宁静字眼 颜色太多 宁静字眼 都是的确是 但你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 啊 鲜艳度降一点吗 降一点 啊 我觉得这样也会好一点吧 饱和度微微降一点 对吧 这个也好一点 或者说你说降太多了 你再加一点 我觉得这个感觉 跟前面的这个比较会好一点吧 采剪完以后啊 可以上升一点 然后这个又是 哎 在国内拍可能就这种雾霾天的感觉太多了 没有任何的天空 没有任何的层次 然后就有一道光这样撩出来 有点突兀啊 就当中这块区有点突兀 感觉有点过 那蓝色过了一点点的感觉 可能就是这种吧 好 我们还有没有 还有还有两张 好 这张有一个引导线 指导到这边有一个人 这个是很有意境的一种感觉 我挺喜欢这张照片 简单 有东西 但这边是个人不太好看 这边如果是个 是一头牛 或者一头那个 一头皮马 可能会不会更好一点 不知无所谓 这可以让我感觉到 就是你精心设计了这个曝光 你做了这样一种东西 我觉得我能够看到 你想给我看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大家所喜欢的这样一种 这个如果你说 如果要再调整一下曝光的话 可能就就是往这边一点吧 你这样再下来 让它从根部起来吧 再过一点 这样构图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从这个根部一起上来 就唯一的也就是这种了 其他就没有太多的了 原来又是一张夜景的一个 这叫苍南湖 这种夜景前面跟那个多伦多 那个那张平白 那这个它就比较好 它有一个倒影了 有心忙了 然后遗憾是上面被切掉了 然后整个照片有点发紫色 画质是一般般这张照片 ISO1600就不是最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宁可选择ISO100曝光30秒来拍 画质肯定是30秒曝光的会比那个的高很多 高很多 你K值3100可能太蓝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往上一点 这样会好一点吧 我们前后对比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色彩要比你那个要好一点 好一点 好了 这个是一张在中心点引导线的拍这个桥的照片 能看到你去用这种中心对称的 但是上面太空了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不要它 我们做个一比一的构图 一比一的构图 我觉得这个都会更好一点 这样子 这样子 我觉得就上升了很多 因为一下子我把这个上面 拉到了这条引导线上面来了 我不知道你 我说的对不对 我这样调整一下 是不是 一下子甚至你再折一点 再往下一点 我们更多的突出到这条引导线过去 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做紧绳合成 把它全拍清 然后慢慢拍出光轨 就更漂亮了 还有没有 这样啊 好 这有一张抓了一个鸟的剪影 剪影这个三分就是给这个剪影鸟去抓到的吧 两千分之一秒抓到这个鸟的剪影不错 但是在打鸟的 真正打鸟的里面 这属于比较普通的一种了吧 比较普通的一种 这个也是夜景的 而且是从重庆吧 对 鱼中半岛的 重庆真的很适合拍夜景 中国城市大概除了上海就是重庆 最适合拍夜景 高房子太多了 而且有水有这个 还有桥 跌跌起来 这个对称的还蛮好看的 这是哪个场景啊 我应该是在这边拍过 拍他对吧 你跑到这来了 我还在这里拍过 反正是这样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夜景片 但这边有一个人可以去掉它 前面这个石头可要可不要 不要老觉得一定要有前景 像这种照片夜景很多了 你甚至可以真的就直接这样子 我觉得就更漂亮一点 像这样的话 我可能可以打到四星了 打到四星了 好 这也是广州的吧 是吗 是广州吗 还是那奥克兰 sorry 看错了 广州那个塔不是这样子 这个车轨很好看 但可惜这条有点太抢眼了 太抢眼了 反正像奥克兰已经算不错了 反正西方城市的夜景 跟那个国内比 现在都是国内的夜景更漂亮 我们在这个 在海外 在澳洲新西兰 更应该去拍自然风光 而不能去跟国内去比这个夜景 但是还是不错 他选了一个很好的 这是一个红的 这是一个蓝的 这个挺棒的 挺棒的 其他的就OK了 25秒曝光参数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这个桥能拍全的曲线 会好一点 这为什么用四十分之一秒 四十焦距 如果我的话 我可以用24 然后把上面再裁掉一点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张比较中规中矩的六弯 为什么把它打到三星 最主要我对霍山有一个情节 我去过霍山 你不要想大别山里面 我还在那边还住过一个晚上 我这辈子反正没干过什么特别 自己认为好的事情 但我就做过一件好事情 我资助了霍山县的一个学生 他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 我帮他付掉了 我资助了他六年七年吧 我很开心 然后他读大学了 然后现在成家立业了 我觉得当然这人也不是什么很那个 但是我当时就去霍山去看他 我就去那边徒步 然后发现有个这个孩子 我就挺好的 扯远了 扯远了一点 但是我对霍山还是挺有的 霍山现在都这么棒了 这个能够已经 对吧 这种立交桥什么的 都这么漂亮了 我将近十五六年前去那边还是挺落后 那时候高速刚刚通 我自己开车过去的 好我们看你的参数 这个参数就完全乱七八糟了 就是你这里要用到117秒 你为什么还要用ISO800呢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减光镜用的太长 你应该用ND6档的嘛 所以我们6档跟10档 都是必须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必须要的 好 这张照片纯粹是一个鼓励 正常来讲 不过我们能够看到你用心了 这里有一个前景 你用了一个漫本 但是参数使用是绝对错误的 那像这张 我觉得这个参数就正确了 它的画质 你来对比一下这张的这个画质 跟这张的一个画质 对吧 还是有些差别 有些差别 但是这里感觉 纸边很厉害 这什么镜头啊 纸边这么厉害 这个镜头纸边 所以我没有更高 可能跟当时看到了这个纸边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它有前景 有中景 有一点点的调色以后的日落吧 但是它只用snapseed的后期 是不是snapseed的加强了这个纸边 尽量用photoshop来做 第7100加套头 握着就套头的纸边吧 好吧 OK我们 最后还有一张 最后还有一张 这十张 无锡怎么这么奢侈 这么好看一个地方 居然是一个废弃的公园啊 我觉得这个构图想的挺好 但前景有一些糟糕啊 前景有一些糟糕 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好的一个时间里面 得到更好的一些云彩 我拍它 我觉得很棒 或者说你用无人机拍这个场景会很棒 挺漂亮的地方 居然变成仪器的 你这个太阳已经有点高了 所以这个水面 你看到 有点点这个 而且机位有点低 如果机位再高一点的话 会更好一点 曝光本身问题没有很大的 反正但是只是这个时机 我们应该再早一点 你再早一点 好 那这张照片 纯粹三分就给了这个火烧云霸 或者说这个东西是 怎样说 首先第一点 你这个单侠地貌 我没有看到单侠地貌 对吧 纯粹就给了你这个所谓的人品 然后没有再高 就是你这个饱和度 太高了 饱和度太高了 太高了 好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办法把单侠地貌拍出来 然后这个火烧云也拍出来 你就能够更好了 这张照片 那是一个2084拍的 他讲他非常喜欢去这个 看这个太极灵 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下 这张照片 挺好 最主要他能够展现出大家 对 这不属于一张风光片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张计时 或者是一张这个片子 但是是我的话 我会考虑干脆把下面这个人给去掉 他 又不让我动了 我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东西 我突出这个人在手机拍他的这样一种感觉 但这个仅此而已 你这样的感觉跟我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这张照片我就给了一个三星 给了一个三星 很漂亮的一个太极灵 但是我看到 这个没有拍出太极灵的美感 只是拍出大家去对太极灵的这样一种 渴望去拍的感觉 好 这是一个冬天的日落的一个夕阳 给了 给三星最主要是给了一个所谓的火烧原因 那我觉得这火烧原因有点假 是不是后期调色有一点问题吗 反正有点点过的感觉 然后 这个前面的村庄很漂亮 村庄很漂亮 有前景 有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日落处理的更好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 会更好 会更好 这张照片给三星也是 主要是看他拍的不易吧 他这感觉是能爬到了 走到了这个当中去 但是你为什么 这张应该是你后期过的照片吧 后期过的照片 为什么把头全部给截掉了 这就不好看了吗 原片还可以吧 原片你稍微改一改 稍微修一修 对吧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太紫了 太蓝了 太蓝了 稍微这样子嘛 对吧 这样子 然后再把上面再找回来就好了嘛 对吧 一样也是一个三星的照片 好 这张是真正的最后一张 这张是Chicago的Cloudy Gate 云门 云门 云门指的应该是 但是这个 唯一给你 三星就是说 这栋房子很漂亮 然后这个比较漂亮 场景我们能够 是一个标准的场景 但是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怎么定应该用 想办法把它给 虚掉它去 想办法把人给虚掉它去 然后如果是我拍的话 我应该会避开这条线 我应该站在这个位置 用一周镜头或者怎样去拍 这块有点干扰 这块有点干扰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点评就到这里 全部结束了 那么我们再回应一下这个主题啊 好照片是知道该在哪里去等待的 这句话 我希望你能够用心去理解它 好的时间 好的地点 再加上好的技术 我们才能够拍出一张好的照片 不管今天很多打了很多零分的照片 打了很多一星的照片 也许有些三星的照片 也还没有达到 但是我们很高兴 我今天我们再回看一下这两张五星的照片啊 这张照片还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啊 今天我们也有也收获了几张好的照片 非常漂亮的照片 起码我都不一定会想到这样去拍它啊 它包括你看下面的这些啊 这个东西啊都很棒啊 包括这个小姑娘男的照片 很好的一张抓拍 很棒 我们火精心设计的这个火瀑布啊 然后包括闪着四张照片 也很好 也有很多可以讲的照片 我希望下次大家能够投一些 你真正用了新拍的照片 能够让我看到你在这张照片上面 花了哪一些心思在里面 这样的照片 我们才有更多的价值去去讲 有更多的价值 去让大家来分享到你体会到 你拍摄的这份心意在里面 摄影师之心 我们希望看到 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四月份 我们继续啊 四月份 然后在这个期间内 你如果看到了这样一个节目 你觉得很好 你希望投稿 那么你就按照我下面的这个要求来投稿 我这次大概拒绝了有20张照片 照片本来就比较多了 我拒绝20张照片 都是你没有按照要求来填 难道这个要求很高吗 对吧 你既然希望我免费的帮你来点评 你应该尊重 将命题做文一样的 我既然给出了这个题目 你为什么不照这个题目来做呢 对吧 好吧 OK啊 好 大家希望对你有帮助啊